韓劇來自欣欣的你熱潮不退 而劇中的女主角千送一 也成為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不過在台灣也有一個台版千送一 是今年25歲的彥柔中 她因為相似度幾乎是百分百的年輕臉 最近的廣告活動接不完 但其實她本來是一個OL 沒有錯 她其實是服務於證券機構的上班族OL 而且這位台版的千送一 她不像劇中一樣拎名牌包 這位台版千送一彥柔中 她反而有自己的小資女省錢數 西里眼神狂放電 加上五出一側的耳蛋臉 不仔細看還真以為是大明星 千送一在拍廣告 但她其實是有台版次 送一之稱的廣告model彥柔中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千送一彥柔中 留著一頭長髮走起路來 氣勢十足 居售投足幾乎都跟 原版千送一一模一樣 韓劇來自欣欣的你熱潮不退 有著一張明星臉的彥柔中跟著爆紅 不過她的本業可讓人有點意外 換上一身套裝 彥柔中臉上帶著親切笑容 因為她任職證券機構的櫃台人員 服務超過兩年半 每天都在台北101忙進忙出 是名不其實的小資OL 這次為了辦千送一 還把欣欣重看了四次 蠻多同事跟朋友都有認出來 說是不是有拍那個什麼什麼廣告 就是會說對呀應該就是我 爆紅之後靠著廣告活動連帶收入三級跳 從原先25K翻身光是這三個月 收入超過50萬元 但台版千送一不愛名牌對於省錢卻很有一套 通常可能一兩個禮拜領一次錢 那大概都是領一千塊左右 就不會想要去有什麼太大錢要花 那買東西一定都是買真的需要用到 或工作上會用到 生活費精打細算 控制每星期只領一次錢 而且每次都只領一千元 不留太多現金在身邊 出門在外一定都搭大眾交通工具 彥柔中連電話費都不馬虎 會仔細計算分分秒秒 也讓她即便工作暴增 每個月電話費一定不超過700元 活動收入則是通通都要存起來 當作未來的投資基金 台版千送一有著平民小資作風 正努力存下第一桶金 接下來見陳運志台語報導